第七十一章 玉泽何色 行出禅院 上了黑色的马车 向山间行不过片刻 便看到崖林间有座古亭 这座亭子在秋风中并不消杀孤情 因为太过高大 足足有普通的三层楼高 巨粮飞檐 在红黄树叶间自巍峨不动 看着很有几分气势 瓦山三局起的第二局 便在这亭子里 关海僧带领众人来到秋庭前 便停下了脚步 因为虎月见前的乱科举等于是取消了 所以场间的修行者还是很多 只是没有人敢大声说话 佛年在距离秋庭还有十余杖的地方停下 帷幕里 那位玄空寺戒律院首座依然沉默不语 但暗中不知道有多少目光在偷偷地打量他 宁缺在剑旁说 他和桑桑如果没有过 那么别的人便不能过 这位玄空寺的高僧竟似乎真的按此行事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 佛年下的曲尼马蒂望向黑色马车的目光愈发地怨毒 而花痴陆臣家的神情却还是那么漠然木讷 秋庭里有位老僧 想必便是他来主持第二聚棋 这名老僧穿着一身素不制成的僧衣 满脸皱纹极身 秘密杂杂如悬着的果实秋枝般搭了下来 似乎比虎月剑旁的那名黄衣老僧还要老很多 厅中老僧先是对着远处的佛年摇摇一礼 隐隐看到佛年里的高僧身影微微前倾 似在正中回礼 老僧又望向停下的那辆黑色马车说道 光明之女与书院十三先生降临瓦山 老四就停 倍感荣幸 宁却不知道这老僧的身份与辈分 向这先前的自省回了一礼 老僧又道 岳伦国娶姑姑 建阁成先生 书吃花吃俱至 悠悠南进太子殿下大驾光临 瓦山多年未有此盛景 令人好生感慨啊 这位老僧言语里说着感慨 实际上声音淡漠机械 只是如同点名一般 把来到瓦山的这些大人物抱了一遍 哪有什么感慨的感觉 想必说荣幸也只是客套 客套完毕 便进入了正题 那位老僧也不多言 在秋庭一角静静地坐下 他的身前有一封极大的木质棋盘 棋盘对面搁着一个木叉 又有一道帷幕从亭上直旋到地面 瓦山三局棋的第二局向来都是对异 那个木叉看着形质应该是用来往大棋盘上落紫的 而那道帷幕看着极后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老僧已经做好了对异的准备 用动作发出了邀请 秋庭外的人们却依然安静无比 没有谁向亭中走去 人们都想能够通过对异的考验登上瓦山的山顶 要知道山顶的最后一盘棋 极有可能是由岐山大师亲自主持 那么就算不能成为被大师选中的有缘人 能够亲手与大师收谈一局 那也是极大的造化了 之所以这时候没有谁向亭中走去 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进行一番尝试努力 而是因为那辆黑色马车里的人还没有开口说话 就算他们想要去与老僧下棋 也不可能抢在那位的前面 黑色马车缓缓再动 一直驶到了秋庭时节之前才停下 那名苍老的僧人看着这辆黑色的马车 忽然眼中闪过一道异彩 声音却依然平淡如水 缓声说道 听闻先前在虎月剑旁 光明之女以天算之能 令我那不成才的弟子惨败而归 向来在奇平之上妙意非凡 听着这话 宁却心想 兰克斯果然奇风极盛 哪怕是修行到心如止水的隐居长老 也不肯在这方面认输 想必稍后一定是一场苦战 不由危感忧虑 然而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厅中那位老僧微微一顿后 缓声说道 能算透天际 何须还来算平上玄机 十三先生 你可带着光明之女 自行上山 宁却微微一正 回头对马车里说了两句 不知桑桑在车里说了些什么 他摇了摇头 然后转身说道 我来瓦山求医问药 自然要遵守拜山的规矩 这局棋 总还是要下的 听着这话 秋亭旁的修行者们大感震惊 心想 虎月剑庞 你那般的强硬 试图闯山 眼里哪有规矩而自 结果这时候 却硬要守规矩 关海僧也是好生不解 正正看着宁缺 兰克斯住持更是心生不满 按道 如此前居后宫 真是岂有此理 你把我佛宗的清静之地 当成什么了 宁缺自然清除人们的反应 只不过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先前桑桑说 他很想下这盘棋 甚至他还想稍后去山顶 还要与祁山大师 下第三盘棋 如果换作以往 宁缺肯定不会理会他的想法 直接让黑色马车离开秋亭 直上山顶 然而现在不同 他明确知道 小姑娘的心意 既然精神还能撑得住 那便下巴 只要他高兴 无论是这局棋 是嬴是书 那都无所谓 山势见高 秋风见寒 他从车厢里 取出自己的书院东服 把桑桑罩罩了进去 半抱着走进秋亭 望着老僧说道 他身子有些虚弱 大师不要见怪 病人便应治病 何必非要来弄此一局 病人总是有多吃两块糖果的权利 我没办法 老僧笑了起来 脸上的皱纹就像被风浮动的林烧般微微颤动 我这一生 修清静无为 却无法完全摆脱胜负之心 其实我也很想下这一局棋 宁确听着这话 忍不住笑了起来 心想 这老僧比先前的老僧要有趣的多了 老僧看着被黑色照衣遮住头脸的桑桑 指着棋盘对面厚厚的围部说道 既然是病人 哪里吹的风 尽里面做便是 宁确文言 带着桑桑走到帷幕后 才发现 这帷部竟是由厚棉布制成 从亭上悬挂到地面 遮住了四周 竟是一丝风都透不出来 地上又有极厚的草垫 还有一床棉毯 帷部的前方有一道缝隙 正好可以把亭间的大棋盘尽收眼底 没有想到 兰科斯竟有如此周密的准备 宁确再也不担心桑桑会被风吹着 很是满意 然而忽然他又想到一件事 心情不由骤然意紧 修行者最脆弱的便是身体 面对着普通人的数百只羽见 哪怕是动玄境的强者 也只能被活活地射死 然而 毕竟修行者能够感知天地元气 所以与普通人相比 极难生病 比如风寒 相信此时秋庭外的这些修行者 都不怎么拒风 那么秋庭里的这道帷幕 是给谁准备的呢 自然是桑桑 宁确此时才明白 原来兰科斯方面 对今日发生的事情早有准备 甚至确定了破局之人是桑桑 而不是自己 如果说前者是因为书院方面 早有书信寄到齐山大师的炉中 那么后者怎么解释呢 难道说那位齐山大师真的有未不先知之能吗 就在他皱眉思考这件事的时候 那位南进骑士的声音在帷幕外响了起来 我眼神不大好 能不能隔得近些看 也好给你们做个评判 老僧看着这名不请自入的南进人 淡然问道 你懂齐 南进骑士微微一笑说道 略懂 老僧似乎很满意他的回答 又问道 是从何方到场 南进骑士神情微淋 应道 假是许楚 原来是许楚啊 你现在的齐历 与他相比 如何 假是年老 在下面力能胜 老僧点点头 那 确实还算懂一些齐了 南进骑士极为骄傲于自己的骑意 先前说略懂 只不过是矜持之语 却没有想到 这老僧竟是真的这般以为 不由好生恼火 他这一生 在骑平之上指伏三人 一个是越伦国某位忽然失踪的宫廷骑士 一名是传闻早已原济的浪科斯洞明大师 而他最佩服敬重的 则是自己在南进的前辈 俨然已经成为一代传奇的宋谦大师 除此三人 其余的骑者都完全不在他的眼中 是以哪怕发现桑桑有天算之能 他依然想着要收他当学生 南进骑士气得不善 便想与那名老僧好生的理论一番 然而 看着那老僧苍老的面容 却是无来由的心头一领 浑然忘了理论这件事情 他确认 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名老僧 但他总觉得老僧的脸很眼熟 似乎在哪里见过无数次一般 南进骑士苦苦的思索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便在这时 瓦山三局的第二局正式开始 老僧望向帷幕平静地说道 光明之女 欲则何色 帷幕里很快传来桑桑的声音 显得没有任何犹豫 仿佛不需要任何思考 黑色 听着桑桑的回答 老僧身体微微一震 苍老的面容上流露出极为复杂的情绪 看着厚厚的帷幕叹息了一声 说不出的遗憾 帷幕里桑桑也听到了这声叹息 走进秋庭 看着老僧慈祥和蔼 他便心生亲近之感 此时听着对方叹息声里的遗憾 不由有些不安 轻声问道 不能选黑棋吗 老僧缓缓摇头 死还是有些不甘心 望向帷幕问道 法山第一局 其者只能责白 而能通过第一局者 方网会有某种心理暗示 责白便能一直赢下去 却不知光明之女 为何却是毫不犹豫地 便选了这黑棋呢 因为黑棋先行 极为占优 所以我选了黑棋 老僧有些意外 会听到这个答案 就在这时 南晋骑士终于从自己的回忆里 找到了很多年前的一些画面 他像见鬼一般看着老僧 颤声说道 啊 小时候 在道场里 我 我 我见过你的画像 你 你就是 董明大师 你 你不是死了吗